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哨 沈阔可是大名鼎鼎 历史课本里也曾有过他的身影 之所以可以轻使流明 不是因为他有多少诗词传世 而是因为一部梦西笔谈 那就让他和梦西笔谈 带我们学习这次的西吧 西是会议字 从小传字形看 上面像九 表示透光的窗口 下面是心 所以西的造字本意是动词意 完全知情 内心明了 左边第一行 北宋省阔 是按营造 器物之用皆详细 这里的西就是明了的意思 意思是 北宋的省阔 是按于营造 对器械物品的使用方法 都非常明了 的确 在梦西笔谈中 可是专门有器用和记忆一卷 嗯 我们承认你厉害 沈大人 那么当省阔完全知情 内心明了 器物之用后 对用法的数量肯定心中有数 于是就有了总计 近期全部的意思 左边第二行 西桥道建造之法 百余 这里的西就是总计的意思 意思是 道路桥梁的建造方法 总计超过百种 再进一步说 当沈大人对于科学知识 完全知情 内心明了以后 就能详细叙述 这就是西 详尽的叙述 完全表达的意向 左边第三行 后注 孟西笔谈 陈其法 西其理 这一的西 就是详尽的叙述 的意思 后来写了孟西笔谈 陈说建造方法 详尽的叙述 其中的道理 再举个例子 司马迁在 《报仁安书》中提到 书不能西译 略成故漏 说的就是 这封书信 不能完全表达 我的意思 只是大略陈述一下 我短简的见识 这一的西 就是完全表达的意思 你已经知道了 西的本意 其中的完全知情 就是掌握了 详尽的 全面的信息 所以西就有了 详尽详细的意思 左边第五行 获知智学 可谓致西 致表示程度 最 西就是详尽的意思 这是说 审获研究的学问 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了 好了 前面说的都是西的十词译 西的意思虚化后 可以做副词 表示范围 意为全部 完全 都 左边第四行 更有奇闻意识 西路之 这里的西就表示范围 翻译为都 意思是 更有一些奇闻意识 都被审获收录进书中 说到这儿 关于西的知识 咱们就学完了 下面一起来复习吧 西的本意为 完全知情 内心明了 有本意 可以引申出总计 进其全部的意思 还可以引申出 详尽的叙述 完全表达 这些都是动词语 形容词语 是详尽 详细 虚词意识副词 表示范围 意为全部 完全 都 那以上就是西的全部意思了 下个视频要和我们见面的是斯 咱们不见不散 constrained upset 刀身体 bothered 许三